各位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度收看操盘高手 我是高宪荣 您现在收看的节目 是我们在1月16号 跟大家所做的专业台股报告 提供大家最专业的解盘分析 希望对您的操作能够有所帮助 也期待能够跟您一起来 征服股海共创双赢 好节目一开始 还是先按照惯例 来跟会员跟投资炮报告一下 县荣老师今天给会员朋友们的 操作建议内容 那今天我们快打当冲 标的锁定的是3661的市新 在利多频传说12月营收年增75% 先进制成加持之下 市新业绩唱高歌 不过今天早盘开高拉高上去 疑似有诱多之后 大户拉高出货迹象 短线动能指标也翻黑转弱 所以今天县荣老师这档股票 是建议会员朋友 采取先卖后买的策略 那不过今天早上9点21分 发出指令 建立246.5到247.5 这个先做卖出 指令发出去之后 股价当时刚好就有买单 又开始敲进去 所以成交都在247.5以上 但是到了这个9点50分左右 股价已经拉高上来 当时买单转强 触及到县荣老师设定的停损250.5 所以二话不说 先通知会员朋友 市价250.5附近 把它买回来 这个部分今天比较抱歉 跟会员朋友说声抱歉 没有能够去复制成功模式 没有能够赚到钱 但是提醒大家 记得遵守机率 绝对不要去做熬单的动作 那所以今天虽然市新 我们没有赚到 如果说从247.5先做卖出 250.5买回来的话 今天大概是小赔个三块 反而有会员朋友说 真的县荣老师这样子 严格控制风险 绝对是对的 因为做股票 我常常说 哪有人稳赚不赔的 那叫神话神棍才讲的话 重点是当你看错的时候 能不能够控制好风险 如果不行 今天市新 如果没有先设定好停损 如果没有碰到 马上提醒会员朋友 赶快先出场 今天我们是小赔三块 到了收盘的时候 我们补在250.5 到了收盘的时候 已经拉高到多少 263.5 你看如果没有补的话 如果没有先设定好停损 如果没有通知大家 赶快收回资金 今天可能就是重商 大赔个十几块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部分 谢荣老师 为什么一直严格要求大家 一定要控制好停损 当然有些投资朋友会说 那谢荣老师 今天没有赚钱 我干嘛要加入 我要去找那种 保证可以赚钱 每天都可以赚到钱的投股老师 各位投资朋友 我要再三强调 做股票 如果有人跟你讲他稳赚不赔 或者是在电视上永远都只讲赚钱 通通把藏钱的赔钱的股票藏起来 你相信了你以为他真的这么厉害吗 你可能到最后相信了神棍讲的话 到最后反而害你害最惨 对不对 去想一想 电视上多少投股老师 每天都在戳自己大货全胜 天天都在赚钱一样 结果加入之后你就会发现这些老师 每天可能推荐三到五档股票给各种会员 一个月推荐几十档了 今天总有几档股票在涨 电视上就讲那个涨的 讲那个赚钱的 其他跌的 其他套牢赔钱的都藏起来不说 有些老师一档股票 每天都喊买进 把会员的钱当作用不完一样 无限加码 跌了就买 跌了就买 总有一天低点会反弹 只要一弹上来 电视上就讲最低点买的赚了多少 高档买的呢 之前套牢的呢 也都不说 好 那有些老师赚了钱 就叫你赶快冲掉 看错就说这档股票 我们放波段好了 其实就是叫你凹单 到最后这种做法 就是让你有赚就冲掉 看错放波段 放到最后 只要错一档股票 可能就是重伤了 可能就让你毕业了都有可能 甚至很多老师把会员分成了N组 每一组股票都不一样的时候 电视上秀的永远不是你参加那一组 所以你看到这么些 这些头股老师每天都在说自己大获全胜 可是你加入之后真的能赚到钱吗 不行 对不对 那县荣老师再三强调 这么多年来 县荣老师坚持的专业用心 但是最重要的是诚信 所以我这么多年来坚持不说谎 不骗人 更绝不与主力挂钩 一直用最高标准要求自己 每天诚实报告 每一笔操作 有赚的没赚的都拿出来给大家看 对不对 用意是什么 当然就是有一个给大家一个最诚实的报告 真实不期的一个绩效 可以来做参考 常常讲过去之绩效 不代表未来之获利 但如果连过去之绩效都不敢诚实说 都要只讲赚钱的不讲赔钱的 怎么可能在未来能够有本事 真的带你赚钱呢 那县荣老师就是这样的坚持 我只求缘分到了的时候 认同县荣老师的投资帕 一起来找我 一起来征服股海 共创双赢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都会继续努力 当然也利用这个机会 再提醒投资朋友一次 那做股票 其实就跟吃烧饼一样 吃烧饼哪有不掉芝麻的 掉个芝麻绝对很正常 但是记得一点 你千万不能够只吃芝麻 却掉了烧饼 什么意思 也就是股票操作 我怎么说 一个操盘高手不可能稳赚不赔 但是出手的结果 一定有看对有看错的时候 但是出手到最后结果只能够有三种 看对的时候 有时候大赚 有时候小赚没关系 但看错的时候 顶多小赔就出 绝对不可以让大赔这件事情 来做发生 所以你看到县荣老师 为什么操作一定都严格设定停损 出手9点21分就已经跟大家讲 进场价在哪里 停损价在哪里 碰到了也主动通知大家 没有那种 我设个价位给你 破了你就自己砍掉 没有这种 县荣老师负责到底 带你进就一定带你出 对不对 让你无后顾之忧 就是这样的严格控制风险之下 今天讯心虽然看错 小赔个三块左右出场 但是我们把风险控制住了 不会让你把损失扩大 我们看对的时候 今天小赔 昨天炒总 昨天我们做炒总 利多见报 大户拉高出货 对不对 转弱讯号出现 先卖后买 250卖出 杀到245买回 稳稳的把五块价差放进口袋 对不对 昨天五张就赚了25000回来 今天事情看错 赔个一万多出去 加起来这两天还是赚搭 更不用讲我们上礼拜 1月7号讯新 那天也是利多见报之下 发现大户拉高出货 转弱讯号出现 建议会员朋友 161以上卖 卖完之后目标 辽153达证 通知大家买回 顺利把八块的价差放进口袋 一百万做个七张 那一天就帮会员朋友赚个五万六了 所以你看到现龙老师看错的时候 顶多今天赔个一万多出场 看对的时候昨天赚两万多 上个礼拜讯新赚五万多 就是这样的一个操作模式 看对有时候大赚有时候小赚 看错顶多小赔马上就出 到最后这个月目前累计战机 五胜二负二合对不对 每一笔我都诚实讲 有赚一定有赔 但是看错一定严格控制风险 到这样的情况之下 这个月目前累计战机 五胜二负二合之下 累计战机赚的已经扣掉赔的 累计报酬率7.7% 等于投资朋友 一档一百万左右将操作下来 一个月帮自己 目前这个月过了一半左右 帮自己加薪个七八万 甚至要月入六位数 都不是不可能的梦想 这个部分 县荣老师都会继续坚持 努力下去 认同县荣老师操作理念的 都欢迎大家跟好我们的脚步 好 回来继续谈到这个盘 那很多人觉得奇怪 总统大选完了 然后美中贸易协议 昨天也终于签下去了 怎么台北股市不涨反跌 昨天下沙 今天又跳空开低 又跌下去了 那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还记得县荣老师 前天14号 对不对 今天16号 前天14号 那天指数拉高涨66点的时候 有在节目当中特别提醒大家 那天指数看似价量其扬 可是发现到第一个五日均量 反而下滑 来到1412亿 还跌破了10日均量 第一个量的趋势在转弱 第二个那天股票外资 股票虽然买了41亿 但是旗指选择权都反手在卖超 所以出现这样的状况 量的趋势转弱 外资开始偷卖旗指 我说很容易大盘在拉高上来之后 又会出现个反手急杀 对不对 那讲完昨天大盘盘中一度跌100多点 今天早盘一度又跌了80几点 连续两天反手急杀 这个部分都符合现龙老师技术分析的规划 当然最重要的是当美中贸易协商签署下去的时候 其实我之前也跟大家讲过台北股市 过去这波涨势靠的是什么 靠的就是美中在打贸易战 好那美中打贸易战的结果 很多人说台湾因此反而获得了转单 那等到贸易协商真的签下去了 好美中贸易暂时不继续打开火了 对台湾是利多吗 好像也不是嘛 对不对 转单会不会到时候就来不了了 那不管怎么样 技术面我在礼拜一 1月13号都跟大家讲过 恭喜蔡英文连任 但是不记得高兴一天就好 记得总统大选跟美中贸易协议签署下去之后 台北股市这波从10180上来涨了19% 已经达到涨幅的满足点 时间也面临了21周加上13个月的一个转折 10180上来已经涨了21周 9319上来已经涨了13个月 这时候就要特别小心 这个台股会有利多出金的可能性 这个看法仍然是没有改变的 好那就算台北股市急杀之后 今天台积电要开法说会 目前我还没有看到这个法说的内容 因为我们节录影的时间在下午 就算台积电法说之后 台积电又能够重整旗鼓 又拉高上去 外资的买盘又归对 可是你去想一想 那这对你的操作有帮助吗 如果你买的不是台积电 就算台积电让指数拉高上来 可是你会发现当其他上市贵公司 没有台积电这样子在7纳米订单 独霸全球的优势 订单持续满载的一个这个业绩 很多公司业绩其实在下滑在衰退的 这时候反而你看到 大盘指数靠着台积电撑在高档 可是其他个股的大户 长线大户在观望 剩下的都是短线大户在里面 做隔日冲 就是隔日冲大户 今天看哪一档股票 不错 先拉个一根长红棒 甚至拉到涨停锁住 那长红棒大涨之后 隔天都会有报纸 马上记者配合写了一篇利多出来 你看到利多觉得不错 前一天带量转强 今天这个报纸写的基本面也很好 有利多你就跳进去买了 结果你会发现 人家大户做隔日冲的 前一天买好隔日开高 马上翻售就出 出完了你又套在高档 造成现在大盘还在一万两千点 今天收盘仍然在一万两千点之上 但是一堆股票 现在跌破了半年线的一堆 重点是这些股票你回头一看 仔细一看会发现 这都是不久之前 还一堆老师在喊进 或者是报纸一堆利多 告诉你这家公司很好 可以买文贸神盾对不对 双红利基康控联帽台药 这些股票不都是之前 报纸都告诉你业绩很好 基本面很好 叫你去买的股票吗 就这样利基好了 来各位同学看看 最近这一个多月 几乎动不动就报个利多出来 11月1号有没有 利基吸引WiFi市场高度成长 大陆去美化这地方订单转进来了 对不对 10月28号看好5G引爆WiFi需求 现阶段利拼这地方交货 然后再来看到1月2号这个月还有利多 大弹华为的订单要供双产线 动不动就是利多出来 可是回头一看他的股价 只要每次有利多出来 或者是这地方长虹棒过后 投资人去追马上就是这样 追在高点反手下杀 一根长虹隔天反手下杀 一根长虹隔天反手下杀 一根长虹又掉下来 这里也是一根红棒又掉下来 掉到现在你看到大盘指数 看起来是怎样 哇站在一万两千点 可是你看这些股票 现在反而跌破 这一条是什么半年线 什么叫半年线 过去半年来买利基的 现在大部分的人都是套牢居多 更不用讲 如果从11月份到现在 一堆人还套在里面 从250几跌到现在100几 不是一档而已 是一堆股票现在跌破半年线 对不对100多档 那你就会深刻了解 这个行情我为什么跟大家讲 不是当你买股票爆波段的时候 因为就算指数不涨 你可能也只是赚了指数 却赔了价差 你每天看起来好像都有股票在涨 都是人家隔日冲大户 拉个一天就准备出 让你满天看起来赚金条 一桌又套牢 所以这种盘我才会再三提醒 其实最好的操作策略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快打当中作战计划 我们盘中满手没有关系 不用去担心错失行情 但是有赚没赚 不然我们盘后保持空手了 所以最近常常有人在问我一个问题 现龙老师快要过年了 到底要不要报股过年了 当然很多人说不用怕继续报股 有些人叫你要小心 那其实对我来讲 这个问题根本不存在 对不对 要报股过年 你还要担心过年这段期间 这个将近十个交易日两个礼拜 国际股市会不会突然大变动 对不对 美中贸易战 现在虽然说签署了这个协议 会不会哪一天川普又翻脸不认人了 会不会利多之后出境之后反手下杀了 这都很难说 那我们何必去冒那个风险呢 我们只要采取盘中满手方式 不用担心错失行情 但有赚没赚保持空手 美股接下来过年期间会怎样 跟我完全没关系 这样才叫做生活品质 早上掌握到赚钱机会 下午逛逛街喝个下午茶 晚上睡觉又睡觉又睡得安安稳稳 这才叫睡生活品质嘛 对不对 快进快出受到大盘趋势影响又低 大盘大跌我们能赚钱 大盘涨上来我们一样赚 操作灵活 随时可以先买也随时可以先卖 重点是风险非常低 不敢说没有 但是县荣老师帮你把风险控制在最低了 因为我们连隔夜都不留 对不对 完全不用担心明天会不会突然跳空大涨 还是跳空大跌 这样才能够把风险控制在最低 避免了股票抱在那里 越淘越深越赔越多 变长期淘劳 变成重伤 也不用担心会不会被嘎到 资金灵活运用 随时钱都可以放在别的地方 产生更多利息 而天天都还是掌握赚钱机会之下 来快速累积财富 当然当冲不是没有方法 一定要这地方 这地方 请遵守我们的SOP 第一步每天观察好盘是 攻击盘我们做短多先买 整理盘我们做短空先买 一千多档股票 我们只找最有把握的一到两档 确认转折时果断出手 万一没有赚钱看错 一定遵守纪律 理性操作 风险控制在最低 稳中求胜是我们的原则 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 有攻击机会群联 我们前天建议大家先买 那一天没赚到 打平坐收 我们也是带大家出 很多人说好可惜 因为群联今天股价怎样 大涨上来涨了18块 有人说留到今天不就大赚了吗 我们不用去贪这种 我们只要稳中求胜 把风险控制在最低 再来找赚钱机会 所以群联那一天没赚 今天涨了没关系 一样像昨天我们做炒总 马上就赚了五块价差 五张就两万多托起来了 上个礼拜做稳帽 三块到三块半价差 迅心大赚八块价差 一百万七张 很多人那天五万多托起来 1月8号台表科 一块半小赚入贷 国具小赚三块入贷 这就是我们的操作 去年就是这样子 盘中满手盘后空手方式 稳扎稳打之下 创造八成以上的年度报酬率 当个快乐当充足 今年目前五胜二夫二合 继续努力要帮更多投资朋友 利用当从多创造一份收入 多加一份薪水 认同陷荣老师理念的 提醒大家 我们特别帮大家提前推出的 属来宝全面二分之一的活动 优惠真的太超值 所以错过这一次可能要再等一年 这是为了帮助大家 一方面过年前 能够赶快多赚点红包 更重要新的一年 也能够利用当从 帮自己多创造一份收入 想把我的投资朋友 休息时间就欢迎来跟我们做联络 第二阶段马上再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运达同步 高老师 鼠年迎新大放送 今天入会全面五折大游会 今天入会全面五折大游会 机会难得进行把握 刷出线02 27810909 27810909 运达同步 极品超盘团队 由高老师亲自带领 专业 用心 重诚信 提供给您最用心的解盘分析 最前瞻的产业观点 插取分线02 27810909 27810909 运达同步 高老师 极品操盘惨罪 入会专线02 27810909 27810909 现时来电入会 让您轻松享有最专业的操盘服务 大家好 欢迎回到第二阶段的节目现场 孙子兵法说兵无常事 水无常行 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位之神 做股票我也常常提醒投资 朋友我们这地方不是永远都要买股票拼大波段 很多人说为什么现龙老师这个地方只建立大家 做短线进出做当冲 那为什么不做大波段 你要看行情在哪个位置 当大盘在7000多8000点的时候 还记得当时现龙老师跟大家讲 大盘正结束了第二波修正波 正准备展开第三波主升段 目标上看万点第三波 多头火速归队 那时候7000多点 十年线附近全力在拼大的 所以该拼大的时候 我们带着会员朋友 那时候锁定车用电子 智升科60几块 带着会员朋友卡位布局的 对不对 后来涨到100多块 足足赚了一倍以上 最高1.2倍以上 全数出清获利入带 美其马我们也是领先全市场 40几块低档就在买卡位布局的 对不对 后来这地方涨到多少 涨到110几块 最高15几 我没有卖最高 我们卖在110几 从40几块报上来 最多1.5倍 全数出清获利入带 所以你看到可以拼大的 我们是这样拼 可是现在台北股市 从当时的7999涨上来 已经涨了21个月 拉回13个月之后 又涨了13个月了 现在正在面临 第13个月的 费波南兹技术转折 月线百战指标 又在这里出现高档背离 小心会不会一个拉回 又是拉回个8到13个月 所以我才会提醒大家 现在就算台积电能够带着指数 看回不回 但其他多数公司基本面 仍然欠价之下 我只能提醒 目前的盘 短线大户在掌控盘市 看起来满天赚金条 你一追可能又套牢 真的买股票 赚钱爆波段的赚钱很难就算了 风险还很大 只有有策略有方法的当从 才能够帮助你用最小的风险 发挥巨沙乘塔效果 快速来累积财富 所以建榮老师 我们的当冲作战很简单 每天提供大家最多两档当冲股 不会给你一堆股票 叫你设飞标 清楚的告诉你要买还是要卖 清楚的提供给你进场价 预设停损获利目标 到价通知你不用看牌没关系 没到当天进一定当天出 就是这样操作 昨天操纵先卖后买 5张2万5 躺起来 上个礼拜稳帽3块半的价差 迅心7张5万多 台表科1块半价差 10张也有1万多 国具先卖后买3块价差 就这样一个口令一个动作 就有机会当个快乐当冲竹 帮自己加薪 帮自己多创造一份收入 认同现荣老师的投资朋友 也想跟着我们采取盘中满手 盘后空手方式 稳扎稳打 当个快乐当冲竹的 去年我们的年度报酬 超过八成以上 今年继续努力 要帮更多投资朋友 当个快乐当冲竹 想把握的投资朋友 想利用当冲 帮自己多加一份收入 多加一份薪水 让家人过更好生活品质的 都欢迎加入现龙老师 亲自带领的极品操盘团队 一起来征服股海 共创双赢 本国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应该下注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